嗯 真的很好吃 食材如何 食材新鮮 我跟各位報告 食材新鮮 是基隆最大的優勢 因為你食材不新鮮 再貴都沒有用 然而你食材新鮮 平價餐廳 也可以享受到最高級的待遇 因為它食材新鮮嘛 這個海鮮一不新鮮那不是開玩笑的 食材 跟我們在第一線 就是產地 就是給予基隆最大的 一個競爭優勢 這個競爭優勢 是台北台中比不來 因為台北 甚至台中的新鮮的 好的壽司餐點 魚貨其實也是我們基隆來的 所以我們基隆 應該要用這樣的方向去思考 然後讓我們變成一個 壽司城市 基隆市長謝果良 今天特別到東岸廣場的壽司店外圍 進行一次正式的宣誓 將透過追加檢預算 在下半年舉辦一場 基隆壽司大賽 他希望能夠大力來推動壽司的 產業發展觀光 也帶動在地的就業 那首先先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基隆即將舉辦 基隆的最佳壽司大賽 那我相信這個 我不敢說是唯一啦 不過我相信也是首創的 在基隆舉辦 有規模的壽司競賽跟比賽 那我順便也要透過這樣子一個比賽 要開始扶持壽司餐廳 這樣子一個產業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基隆就是一個 海鮮漁獲量相當豐沛的城市 所以我們是第一線靠產地 最近這個是基隆原有的競爭力 然而我們過去 以海鮮為主的這個餐飲業 主要就是以海鮮餐廳桌菜為主 可是近年來 不論是小家庭或是老饕 甚至有很多企業主 對於壽司都相當的青睞 因為壽司本身它比較清淡 而且比較不容易發胖 然後很新鮮 新鮮的壽司其實會吸引很多 國內外的韜客 到日本去就是如此 所以我認為說 基隆除了是一個海鮮城市以外 基隆未來也要變成一個壽司城市 市長謝果良在現場品嘗美味的壽司 同時也強調壽司大賽會進行分組 重點就是要把基隆在地的食材 帶進這個比賽裡面 透過比賽來提升基隆產業的質量 就是打造一個磚區 可是現在我來看 除了這個磚區 未來可以有待評估以外 我們現在是要遍地開花 把基隆市 像基隆市是不是到處都有好吃的小吃 也不是只有廟口才有 所以打造廟口 就好像您剛剛講的 打造 哇你看這鴨好吃的都來了 對 那但是我們其實也是要 來 那其實我們也是要打造這個特色的以外 但是也要遍地開花 沒關係 就要擺著讓大家看 對對對 謝謝 我們現在就是要 要遍地開花 然後讓這個各式各樣的店都進來 可以專區也需要 遍地開花也需要 我個人的觀點 壽司餐廳分三種 一種就是我們在地的 有特色的 大家所了解到 但基隆才知道 第二個就是連鎖的 我們現在看到有連鎖的 已經有幾家 而且正在增加當中 另外就是 算是全國知名 台灣獨特有 但是在基隆 還沒有的這些店 但還沒有到日本跟台灣全國連鎖這種 就是在台北有一些特色的 我們有跟他們洽談過 有一些甚至基隆子弟出身 但是做的 在台北做的非常好 他們有很多 也希望回到基隆 他們自己的家鄉來開業 所以就這個部分 三種 一種在地的 一種是台北或者台中 經營的非常好 但是還是台灣特有 一種就是亞洲或者是日本 連鎖到台灣來開設 這三類我們都要來爭取 因為觀光發展是基隆 除了我想要做的這個科學園區就業以外 最重要的一個產業策略 觀光也還是基隆主要的產業策略 尤其在市區港區這部分 所以發展一個壽司的特色 我認為對於觀光一定有幫助 那當然對於就業也是會有 我們希望我剛剛講的三類的這個餐廳 都能夠開的越多 然後呢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我們每一年都辦一個 這個壽司的這個比賽 然後都可以成為全國最關注的 這個 一種這種美食的一個競賽 因為大家都了解 在台北有一些類似牛肉麵節 已經獲得了全國的青睞 那我就希望未來在基隆壽司比賽 也能夠得到一樣的全國關注度 市長謝國良表示 為了迎接友輪觀光客 基隆一定要有特殊的亮點 讓外地遊客留在基隆 壽司產業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 加上基隆的海鮮食材文明全台 這個核心的優勢 相信能夠吸引更多外地遊客 來到基隆觀光消費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謝謝